日台又号送124万剂AZ疫苗给台湾对岸从一开始就大力谴责 我注意到日本目前尚无法确保自身疫苗的充足供给 疫苗援助不应沦为图谋政治私利的工具 没甩大陆送台疫苗时间点也被说有玄机 因为恰逢6月4号飞的航班班号是日航JL809 被说是6489 难道是剑指64天安门事件 但一切其实都是巧合 因为JL809是东京飞台北的定期航班 日本交流协会的最新贴文引用爆红的鬼灭之刃也耐人寻味 贴文指出主角们长期跟魔鬼搏斗的辛苦日子里脑海中 说不定曾闪过干脆加入鬼联盟还比较不会那么累的念头 即便如此努力抵抗诱惑 终于害伙伴们迎向幸福结局 还说相信伙伴团结一致终能迎来正义 日本在海艺人艾莎也转发着贴文 大谷竹水也发文说知道日本遇难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救援的 台南市长黄卫折则宣布居住台南的日本侨民 将列为优歇施打疫苗名单 感谢日方援助而这么刚好吴钊燮前一天出席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记者会 如果不是今天换疫苗似乎就是又战略换疫苗了 美国也宣布把台湾拿入首批原赠名单内 中美代表小米秦发文说感谢好多人帮忙 更说并肩作战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都会更有力量 美国跟日本对台湾的支持某种程度上是给一个中国强烈的讯号 不能够用战狼外交或疫苗的外交来进行反而对其他国家的制约或打击 AIT出场和日本代表于吴州系一年前同台轴集 GCTF空架下的美日台合作迈入第六年 随时疫苗抵台再填一臂 TVBS新闻出关后留定天才报道